哈喽主播 那一个月前 也就是上个月的20号 菲律宾海军声称 有一艘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在南海从菲律宾海军的手上 抢走了火箭的碎片残骸 那当时的影片现在公开了 画面中可以看到 中国海警船想要拖走碎片 是和菲律宾海军对峙叫嚣 场面一度是相当的紧张 这是发生在南海的中叶岛附近海域 可以看到大陆海警船 不只抢走残骸 还两度阻挡菲律宾的检疫艇前进 那现在冲突影片曝光 也让菲律宾参议员大骂 中国根本是霸凌 大陆外交部上个月说 当时是和菲律宾海军 友好协商 来取得长征五号B运在火箭室射后 留下的残骸 但现在的影片看起来并不是这样 那加上又有最新卫星照片拍到 大陆疑似又在南海填海造陆 中非两国的关系 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张 以上这些消息 时间回复内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